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农家素小炒 这道菜做法简单,好吃又下饭 首先我们准备洗净的韭菜一把 用刀把韭菜根切去不要 然后再把韭菜切成端 切好后放在碗中备用 下面准备一把提前泡好的红薯粉条 尽量选用这种细点的粉条 再准备一把洗净的绿豆芽 这个绿豆芽洗净后一定要控干水分 下面准备一个碗打入三个正宗的母鸡蛋 打好后用筷子把鸡蛋打散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加入提前切好了葱花少许 再加入切好了蒜片少许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下面开始烹饪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后加入一勺食用油划锅 这样炒菜时候才不会粘锅 划好后倒出 关键再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烧热后倒入打好的蛋液 用勺子搅动一下把这个蛋液炒至定型 鸡蛋可以炒得快大一点 炒好后倒出备用 锅内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这个水没过粉条就可以 然后加入少许老抽 水开后倒入泡好的粉条 把这个粉条煮熟煮透 大概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后倒在罩里中控干水 然后把这个粉条用凉水冲一下 不然这个粉条容易粘在一起 锅洗净后再加入少许食用油 倒入切好的葱蒜爆香 料头炒香后倒入准备好的绿豆芽 快速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倒入切好的韭菜断 再加入煮好的粉条 开中火把绿豆芽和韭菜炒至断生 切记不可炒的时间过长 否则绿豆芽容易出水 炒好后存锅边朋友适量的生抽酱油 再来几滴老抽上色 加入食用盐一勺 鸡精一勺 再来少许十三香 倒入我们炒好的鸡蛋 这时候开大火快速翻炒 化开锅内的调料炒出锅起 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农家素小炒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虽然大厨不能陪你一生 但每天让你的胃满满等等 分开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